物稀物食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上也有很多说法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 说的是 如果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被噎住或者说枪到了 拍一拍背就能得到缓解 这个拍背 是不是和这个辅助病人可谈 它是有一定的 共通的这个原理呢 其实他说的 有一半的道理是对的 物稀物食的话 它是在各个年龄段 都会发生的 最小的就是我们讲的音乐玩 你在吃东西或者喝奶的时候 或者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生窒息 我们原来可能很多专家都会讲的 就是叫做Hemnick手法 对吧 就是窒息的时候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 窒息的是一个抢救 而是对于这种小baby的话 我们会把自己的腿 伸出来 伸出来之后 把我们的小朋友的话反转 也就是他的脸 脸朝下 他的脸是在我的手心上面的 然后他的躯干在我的上面 他的背是在这 我用从后向前的力 去在他的后背部 去用镜的去 给他推击个五次 推击个五次 然后这样子实际上是 帮助他去拍出来 因为这时候他小 我这样子给他一个 用镜的一个拍的力 他如果是一些食物的话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 我就能第一时间 把它给拍出来 这是这样的 但是怎么说呢 我们并不强调就是说 一旦你因幼儿发生这种情况 你就一个劲的在那边做 毕竟你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 你可能只能学到我们的行 你们学不到我们的神 这时候其实你最关键的 还是就像第一步打120 第二步在你的情况许可之下了 你去给他拍 如果拍完了之后 还是没有反应的话 那我们这时候唯一能做什么 就给他做人工呼吸 小朋友你赶快给他做人工呼吸 因为他也会存在缺氧 也会心跳奏停 你这时候去帮助他辅助的 去做经费按压的话 这时候能帮他争取时间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比如说我要吃东西卡住了 主持人你在问我 你怎么了 我讲不出来话的 你只能问我是什么 你是不是卡住了 点头 对 我会这样的语气 然后这时候的话 主持人的话 您看的话 我就站起来跟您演示一下 然后现在我卡住了 对 然后我把我的手的话 手放在你的前面 一只手的话握成拳头 还有一只手是一个围掌 是在你的腰带往上 然后用向上 向后的力 去拼命的 就是在那边垂击 我感觉我的胃受到了挤 是胃的位置 对 它是会产生一个向后 向上的力 因为这时候它是窒息 堵住了 我必须要力量要冲击 它是需要一个 很猛烈的一个冲击力 我才能把这个食物 才能从气道里面吐出来 有的时候 甚至会造成一些肋骨骨折 不能造成意外 就是说 所以说的话 会使用一个这样的手 贸压 咱们